港股今日轻微低开之后,急速向下 一度急跌超过600点 3月9日的低位28326 和1月29日的低位28260支持,都先后跌穿 原空之一,当然是吉利汽车175 走势稍后就会说 另外,还有几个因素都拖累市 例如欧洲疫情恶化 市场担心美国会加税,为基建投资项目埋单 亦都可能会发债,引致债息抽高 而本港股必泰疫苗,因为包装有瑕疵,需要暂停接种 这些因素,同样影响市场气氛 市场很多人士都说 恒智已经营造了一个头肩顶的利淡转向形态 意思是30191这个位置是左肩 31183,这里画得不太好,其实应该是指这个高位 31183,就是头部 而29597,就是这个高位,就是右肩 这样计算出来,这几个位置中间的两个低位,就连成一条颈线 这样计算出来,量度跌幅目标,就会是怎样计算呢? 就是先是由量度顶部和颈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再由跌穿的位置,减去这个垂直距离 大家可以慢慢试试计算 口头补充,帮大家计算了 计算出来,是很可怕的 25,400的水平 不过,头肩顶、头肩底 一向都未必会到达量度升跌幅目标 为什么呢?大家想想 如果每次都要到达量度升跌幅目标,才转勢 散户不就很容易发达? 要完成大量买卖本的大户,不可以在一个好位入市 哪有这么容易? 所以,就算真的跌,相信跌到这么深的机会,应该很微 现在应该看着什么位置 继续用波浪理论去看 假设31.183,又是画得不太好 这个酷衣浪,应该是指高位31.183 假设31.183,是括弧三浪的顶 然后走到3月9日的低位 2326,就是括弧四中A的终点 之后走的这些大段,都是括弧四中B 而括弧四中B,可以细分为低一级的三个浪 A是升,B是跌 之后还会有个C是反弹 当中的A浪的终点,先假设是3月18日的高位 在29597,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A的终点,或者假设是29597 现在走的是B浪 由于前跌浪底,就是这个位置 28326,就已经跌穿了 所以整个四中B浪,很大可能是不规则平细形 量度跌幅是怎样呢? 会由29597下跌A浪长度的1.236倍,或者1.382倍 A浪是什么位置呢? 刚才提过,就是29597减去28326,乘以1.236,或者乘以1.382 再由29597去减,大家就会计量度跌幅目标 计量度跌幅目标 计量度跌幅目标是多少呢? 28026和27841 第一个目标,28026,今天就已经到了 而第二个目标,27841,今天是差50点左右,就会到了 暂时未到,也未必会到 到了附近,其实都已经达了标 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其他数浪的可能性 暂时判断这个方式,成为事实的机会最大 但如果不幸,连刚提到的27841都正式跌穿 我们会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数浪方式 暂时大家可以先不需要太过恐慌 先不需要太过恐慌